處女座在2022再跟別人合作 或者是社交的關係中 可能已經有不錯的成就 尤其在商業的結盟之下 事業版圖有望更為擴張 尤其是有風險的投機財 只要更大膽一點 有機會成為爆發戶 要恭喜牡羊座 你們的機運非常的好 同時眼光看得很長遠 心態變得非常的樂觀 做事也很積極 財運就開始大爆發 插來伸手 犯來髒口 錢財是滾滾而來 賺錢會很輕鬆 贈財穩盪盪 商業投資理財也能精準的 獲取你的商業報酬 所以你的財庫會滿滿而無慮 2023年又要到了 不管你2022年財運是如何 接著下來 2023年到底12星座的財運如何 我們趕緊來幫你揭曉 首先我們先來揭曉 第12名的那就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觀眾朋友在2022年 事業運還不錯 只是這種效益還沒有產生實質的利益 因此財運並不出色 到了2023年 因為去年的關係 所以累積了不少的社會人脈 在2023年你會得到不錯的人員及良好的評價 容易因此成為公益的團隊去幫助他人 有點像是在幫人家做一些好事 到了下半年 更有可能因為善心而走入精神層面 因為幫助他人 而熱善號是會對他人有慷慨捐獻的行為 因此在2023年 顯然的對於追求財富並不熱衷 但都是在培養人脈 就是到處請客啦 然後或者是幫助別人 或許在2024年的財運到來的時候 你才會更好 所以2023我們就先這樣子就好了 2024你的財運就會提升喔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11名 那就是金牛座 金牛座在2022年底時 可能會因為企圖心比較強 所以容易會有一些高風險的行為 所以老師也建議你們也不要亂投資 尤其天王星落入到你們的公位 所以容易會造成財務上的損失 這個情況可能延續到2023年初喔 所幸2023年上半年還會受到福報跟上天的祝福 會有莫名的好運 以及不為人知的貴人相助 才不至於讓損失擴大 到了2023的下半年初的時候 這時的好運會更加的明顯 會有按貴人出現 幫助你累積更多的財務上的經驗 使得你賺錢機運變多喔 如果你懂得把握時機 將有機會為自己創造新的財富巔峰 否則你只能看得到 吃不到錯失大好機會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10名 那就是天蠍座 天蠍座的觀眾朋友在2022 用了不少時間在娛樂跟愛情這方面 或許因為這樣子 在2023年 你們會更有心的在工作表現上 會有相當不錯的成效 還有機會成為模範員工 不過卻有可能因此要注意健康的問題 而有醫療花費支出 不過相信你的熱心會被看見 能吸引到自己的貴人出現喔 或與他人有合作的關係 特別是在法律關係方面 會有不錯的獲利 只是卻也因此會過度的慷慨 收支不平衡 造成花費增多務必要留意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9名 那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 在2022年可能花了不少時間在天財上 也可能得到他人的錢財 在2023年的這個時段裡面 你們有機會因為進修學習 而有金錢的收益 但卻有可能因為外出到遠方長途的移動 或者是旅行 使得開銷增加很多 好在到了下半年在努力工作之下 會增加了曝光的機會 只是這個功名利路得來的卻很辛苦 所以為了求表現加上此時的責任性很重 承擔了不少的責任 所以需要相當的付出 財富上才能有所掌握喔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是第8名 那就是巨蟹座 巨蟹座在2022年外地求財的人 通常都會有不錯的收穫 是比較幸運的 而在2023年開始 有機會在工作上得到不錯的成就 容易會收到貴人的提醒與幫助 會為你帶來良好的社會地位 更有機會因工作認識不少的政商民流 但通常是名大於利 名聲旺 但是財富效益很有限 到了下半年 會因為你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儘管人脈 那你拓展好運氣 也容易交到位高權重的朋友 但同時 能計關心的花費也變多 所以支出方面需要多留意 畢竟這段時間 名利是無法雙收的 接著下來 我們看到的是第七名 那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在下半年 尤其在2022下半年 有造化弄人的現象 多半都是經歷一段非常辛苦的經濟狀況 才能有所收穫 而物極必凡 在2023年開始 你心態反而會有過度的隨意 會有大膽投資的想法 這個時候 你要注意自身 如果你在工作上 或在事業上 你很確定你投資理財是很重要的 或者是 你投資理財是不會有意外的 其實對你來說 也是會有盲目的賠錢 就是你不管你覺得你要投資什麼 都蠻危險的 因為你可能會判斷不清楚 不管哪一個到了下半年 多半會願意花很多時間在工作上 有機會收到上司同事或貴人的幫忙 開始在工作上 做的有聲有聲 雖然不至於大發財 但穩定的收入是有的 接著下來 我們看到的是第六名 那就是水瓶座 水瓶座在2022也是磨難不少 賺錢蠻辛苦的 到了二三年 上半年 還是需要相當的努力才行 踏實一點上班工作 財富至少是平穩的狀態 此時不妨利用下班空閒時間 不斷的學習閒知識 或新的技能 有機會在日後幫助自己賺大錢 帶來財富上的好運氣 在下半年的時候 如果有想要發展事業的 可以選擇在家鄉來經營 可以得到家人或家族的幫忙 此外 你需要好好的守住 賺來的錢 別隨意的揮霍 至少人守住不少財富 而不是花出去 接著下來 我們看到的是第五名 要恭喜摩羯座喔 摩羯座在2022也是相當辛苦的一年 基本上只要腳踏實地的工作 大部分在政財方面都會賺到錢 而到了2023年 只要花點時間研究 有機會靠著買賣不動產 有所獲利 雖然大家都認為2023年會往下滑 但是2023也是一個投資的機會 而且還能得到家庭的幫忙 或者是祖上的庇佑得到的家產 到了2023的下半年 在偏財上 尤其是投機方面 投資方面 是有機會得到財富喔 不過高風險高獲利 記得不要過於沉迷 應該是見好就收 如果本身有從事藝術買賣或古董收藏的 將有機會在他人的鑑賞之下賣出好價格 接著下來 我們看到的是第四名 那就是天秤座 天秤座在2022下半年 在工作上應該是很努力的員工 部分的人也可能已經受到了上司提拔而晉升了 到了2023的上半年 有機會因為穩定的工作 而走入婚姻 同時有機會因為伴侶的幫忙 而得到不少的財富 在2023下半年 更有機會因為商業合作 而有財富上的獲利大撈一筆 這時除了商業頭腦 投資理財能有所獲利之外 還有機會靠自己創意得到貴人的賞識 而賺到不少錢 因此 2023年只要人際關係不錯 就有機會賺大錢 接著下來 我們看到的是第三名 那就是處女座 處女座在2022再跟別人合作 或者是社交的關係中 可能已經有不錯的成就 因此 在2023年開始的時候 跟別人的合夥 有機會得到不錯的獲利情況 尤其在商業的結盟之下 事業版圖有望更為擴張 營業收益也會提升更多 另外偏財運也較以往更好 尤其是有風險的投機財 只要更大膽一點 有機會成為爆發戶 到了下半年 不妨前往外地取財 財神會在離開家鄉的地方等你 多點努力 多點感恩 財運會經由你的福報而得來 接著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第二名要恭喜的是 雙宇座 雙宇座可能在去年已經突破內心的障礙 因此有機會延續去年的好運 在二年二三上半年 幸運心落入財博工 提升了自我的認同感 心態更加正面 對賺錢很有想法 能在最佳的效率之下 賺到最大的收益 不僅能在社交中有貴人幫忙 也能為他人賺金不少的財富 是個互利互惠的狀態 將會是朋友眼中的小財神 對於辛苦工作而得到財富的你 也能善加利用於投資上 帳戶存款將累積的滿滿的 有機會當個小富翁喔 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的第一名 要恭喜牡羊座 牡羊座在2022 沉淺了半年之久的時間 不斷地在修正內心精神上的狀態 在二年二三年 財運將會重新回到財博宮的位置 首先在上半年 牡羊會坐落在本命宮 這時你們的機運非常的好 同時眼光看得很長遠 心態變得非常的樂觀 做事也很積極 因此當牡羊到了財博宮時 財運就開始大爆發 插來伸手 放來張口 錢財是滾滾而來的 賺錢會很輕鬆 正財穩盪盪 商業投資理財也能精準地獲取 你的商業報酬 所以你的財庫會滿滿 而無慮 哇 真的牡羊座老師要恭喜你 在此 小木老師也要公祝 各位12星座的朋友們 都可以在2023 都可以大發力士 好運旺旺旺來